做伴偶像,我們當然知道這是邪靈的工作 但不是我們做是他們做的時候 我們不需要覺得他們的情勢很厲害 會影響我們,只要我們的生命亂沒有破口的時候 其實都影響不了 不是一定說家人全部都信主才好 當然你全部信主是會更好的 更加好的,聖靈的運作在整個家族會更好 但我想我們大家強調神的得性,神的掌權 神是勝過這一切的,我們就沒有一種懼怕 我聽過很多基督徒,有時那種懼怕都很大 譬如說,我又尖艷了,我又被攻擊了 我自己不喜歡用這個字眼 譬如說,我病了,我又攻擊了 就好像說自己經常都打敗仗 我又被攻擊了,我又病了 其實有病就是有病,不一定攻擊 他都不知道是不是魔鬼給他病 還是他自己有這個病呢 我覺得不需要解釋為一個攻擊 除非他犯罪之後帶來後果,直接的後果 如果不是的話,對於有病有什麼問題 我覺得不要那麼快,又攻擊 尖艷,我自己就覺得有信心 和經常親近神就不用擔心這個問題 我又經常聽到人說尖艷 但我自己又經常都圍歧 我經常跟別人說起來 我又不覺得有什麼尖艷的情況 我就不明白到有些人 他們什麼都解釋為尖艷 還是他們的生命沒有處理 以至那麼多尖艷 但是我總覺得整天都怕尖艷啊 這樣的時候是會有一種懼怕 我覺得強調多些神的德性,神的作王 我跟從神,神在我身邊作弓的時候 我不用怕任何尖艷,不用怕任何攻擊 我覺得這個是更加有信心 相信我們的神是作王的 我自己就會覺得 所以你會聽不到我說尖艷啊,攻擊這些字眼 我不覺得… 世經有說到的,但保洛說得很簡單 他說有根刺在他身上 他三次求過主 他說這個是撒旦的差役攻擊我 然後主就說我的恩典夠你用 他又沒有要求那根刺除去 他就是主的恩典夠用 他就已經很滿足了 他並沒有說我經常被攻擊 他又沒有這樣說 所以我們不需要覺得慘或者辛苦 有些極端的去到什麼程度呢 譬如他們會… 有些人會說 我不敢為人看守祈禱 因為我怕尖艷 這是第一 這個就是… 他的懼怕違反了神的吩咐 耶穌的吩咐就是手愛併人併人併人 就是吩咐我們去做 他就因為懼怕所以不去做 另外有些就會… 很怕死了,我趕鬼 不知道會不會是… 神沒有叫我去趕鬼 我去趕鬼,我自己做的時候 就被魔鬼攻擊 這件事我又覺得很… 很有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 耶穌吩咐了 吩咐叫我們去傳福音 吩咐我們奉他命趕鬼 耶穌吩咐了做事 我們不會… 我們今天傳錯福音 因為… 耶穌沒有吩咐我們 今天傳錯福音 我傳錯給魔鬼攻擊 我又覺得真的… 都挺搞笑的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神不會叫我們做的事 我們是會… 因為我們做的事 受攻擊 如果受攻擊是因為人的罪 不是因為我去傳福音 或者我去趕邪靈 因為這是耶穌吩咐做的 我會這樣… 對於攻擊、尖艷、我的看法 我想… 我講一下我對於天君莊的看法 聖經講到真理、信心、救恩、歡欣的鞋、聖靈的寶劍等 這些軍裝怎樣穿法呢 有時有些人就會讀 我現在穿什麼就穿什麼 我覺得最重要不是讀 是… 真理就是我的基礎 我真的有信心、我相信 魔鬼不能攻擊到我的 我知道可以滅絕、魔鬼一切的火箭 我深信神一定會作為的 我深信神一定會拯救我的 我又有呼吾的鞋 有神的話語、聖靈的寶劍 就是這個信心是最重要的 就是這個軍裝 不是那個… 即有時有些人 我就覺得他很快地讀 又好像規條式 你讀完才是得保護的 我就覺得… 有人沒有讀 但他心裡經常有真理的時候 並不是一定會受尖染的 我就覺得尖染不是因為 沒有讀到那個村君莊 而是他的生命裡有破口 所以會… 因為如果邪靈尖染上身的話 我就覺得 如果一個人是跟神有密切關係 他又處理生命的時候 是沒有理由邪靈會上身的 所以在一定的過程中 是有些破口 所以… 就是說… 深信神的恩典 深信神的作為 深信神的懷疑 而生命裡沒有破口的時候 當你一直討過的時候 是不會有破口魔鬼的攻擊 當然… 有人說 我們不會完美的 那麼完美就是魔鬼的攻擊 這樣的時候我又會這樣說 如果是這樣說 那麼每個基督徒都不完美 每個都被魔鬼攻擊 攻擊有很多種的 有時魔鬼會引起我們想一些負面的事 或者… 給我們一些不好的意念 好… 這個呢… 的確魔鬼會這樣做法 但是… 當我們有神的話語的時候 我們就立刻處理 立刻處理的時候 雖然他攻擊 但是我們立刻有信心的時候 立刻處理的時候 立刻就難鎖了 魔鬼就攻擊了 就不是說 我還有百分之一未處理好生命 有百分之十未處理好生命 然後我就… 他為人趕邪靈之後 跟著我又邪靈附體 我就覺得 神是會保護我們 神會說 你有百分之十未處理好 然後邪靈就會進入你裡面 我覺得不會這樣 而是… 人生命裡有對神 缺乏信心 和神的關係有問題 我覺得是… 對神的信心 和與祂的關係 和我們處理生命 就會保護我們 而裡面其實包括軍裝 不過未必一定讀出來 即是… 他讀出來是OK的 那… 至於結淨的祈禱 有些人會覺得 做完一切都要結淨才能釋放 就是邪靈攻擊到 其實… 的確是可以有幫助 即是說 我做完這個祈禱 求神結淨我 所有的邪靈不會入侵我裡面 這個祈禱是可以做的 不過是否要說 我要記得做 那… 邪靈才不入侵 你不記得做 好了 我趕奉耶穌明 趕完邪靈 然後我忘記做 邪靈就入回 這個也是對神的缺乏信心 就是我… 我… 奉耶穌明他趕邪靈 然後我沒有一個結淨的祈禱 那些東西就沒有結淨 這個意念就是 我沒有結淨就會被邪靈攻擊 除非那個人真的生命沒有結淨 因為他口一定要說 當然有人覺得他要這樣做 我絕對不會反對 不過我只是說 不用覺得我一定要結淨了 魔鬼才不能夠攻擊我 當你持續和神有關係的時候 根本魔鬼都攻擊不到 不是一定要做了那個步驟 但你們去做我覺得是好的 也有些人比較信心弱的時候 我們做都是好 讓他深信神的保護神的祝福 這是好的 就是… 看為一個幫助的東西 就不要看為一個必須的東西 如果不做 就會有邪靈攻擊 你就會比較害怕 就是不要看為一個必須的 看為一個可以幫助某些人 那我坦白告訴你 我真的趕了邪靈 是我趕了我沒有做這個結淨祈禱 但我又不覺得有邪靈攻擊 不過如果有些人信心軟弱 我就不可以幫他做 那我就覺得 你學在一種幫助是OK的 дел緊放送 那 1500 謝謝 愚蝶 在 你 有 也 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